好的 现在已经进入了手机的战国时代 不管是大陆的小米机 Apple iPhone 那事实上还有我们台湾 最终要大家都要力挺的HTC这个国货 现在也加入了战局 那么在战国时代 每一家不同的厂商都有他们的行销策略 那么现在 宏达电也搭上了这个网路正妹的顺风车 那么蝴蝶机Rica 就是因为力挺国货在网路上爆红的正妹 我们今天趁着我们的台湾之光 推出新机的时候 特别请Rica来上节目来谈谈 她是使用宏达电的经验 同时为什么会因缘忌讳成为 这个网路爆红的model 我们非常欢迎Rica 你好 嗨 依芳姐好 你的正职就是model吗 去年的时候是全职的模特 那现在的话是兼职 现在有自己还有在另外一份正职的工作 听说你自己的正职其实也跟这个网路云端 甚至跟手机也很有关联 我的正职现在是跟物联网比较有相关 是做哪方面的工作呢 在哪一家公司 我想很多粉丝应该都很好奇 对不对 我是在一间小的软体公司当业务 OK 好 是不是因为使用了这个蝴蝶机之后 现在又使用这个宏达电的新机OneMax 你好像已经成为宏达电的代言人了 也因为这样而走红得到这个很多人的关注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才对这个科技产业 互联网的产业有兴趣呢 其实对 就是用了HTC手机 然后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 很热爱科技的人 对啊 那他后来就是帮这个OneMax拍摄新的作品 那我后来自己 因为在情人节的时候 收到我粉丝送的OneMax真的很开心 这是新的OneMax啊 我看看 只有红色的吗 有 它还有银色 但是粉丝送的是红色的 红色的特别漂亮 特别漂亮 对啊 那么其实这个上面有很多照片 然后呢 其实你在前几天好像在苹果日报上 也有一系列这个很养眼的照片 我记得去年蝴蝶鸡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 好像有什么美鳩照对不对 用美鳩来力挺国货 也造成风潮 不过这里在苹果日报上 还加入了新的这个配角 这个什么 萨摩牙犬 哇塞 这个实在是能够让人有很多联想 哇 你们可不可以秀给我看 你这一次 是红达店主动找你拍 还是你找红达店说 我是不是可以来替我们国货代言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合作的过程 其实还是是粉丝啦 他因为他有送我这个OneMax的手机 然后他很希望说 我能够再拍一系列照片出来 然后因为送到手机很感动 所以想说 嗯 好 那我就是再来拍一次这样的作品 好 你一边划照片 一边告诉我们 这每一张照片 你拍摄的感觉跟这个灵感又来自何处好不好 因为这一次之前拍的都是比较属于可爱的感觉 那这一次因为拍OneMax那时候在构思作品就想说我要加上大的元素 大的元素 OneMax就是大嘛 对 就去找一只大狗 对 我原本想要找一只大北极熊的娃娃 可是那时候找不到 娃娃是死的 这狗是活的 后来就想到说我去找一只大狗 对啊 后来就很幸运就是在粉丝业 请粉丝帮忙找 然后后来就是有粉丝提供那个 萨摩野犬的主人的联系方式 粉丝提供的 对啊 他这么大你又穿那么少 你不怕他咬你啊 他是超可爱毛茸茸的 而且他有得过冠军 对 所以感觉OneMax跟你以前使用蝴蝶机比起来 我相信这些照片是你后来在现场 你也请工作人员帮你拍嘛 你觉得OneMax的功能跟蝴蝶机比起来 又有什么特别新的特别进步的 能够让更多 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来力挺国货 我自己其实使用OneMax跟蝴蝶机 我觉得它差别点 第一个最 自拍照 没关系啊 我来帮你露好了 来 好 你好好的讲 第一个我觉得它的硬体功能是大幅的提升 然后再来是它的萤幕变得很大 那如果说就是像一般 这个大概有几寸 我看有六寸吧 应该有六寸 有没有 已经有六寸了 对啊 然后像很多就是家里的爸爸妈妈 就是他们是需要比较大萤幕的 其实都很适合买给他们 你说OneMax适合爸爸妈妈使用 对啊 就像是 这挺大的 爷爷奶奶都很适合 然后再来它有指纹辨识 像爷爷奶奶如果那个记忆力不好 然后忘记密码了 爷爷奶奶还要什么密码 有小三的才需要密码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就是如果你身边的人 要拿你的手机看你的秘密 实在是没有办法 对 它只认指纹 对 光是这也就值得买了 对啊 然后它的再来是它的双 这边它的喇叭是同边这样双声道出来 双声道喇叭 HTC的喇叭真的是 真是好到一个没话讲 所以听音乐的时候 或是现在看电影 看的那个来自欣欣的你 看千颂音 千颂音真的 OK 对啊 它只要把它放着 然后以及把它放着 它那个喇叭的声响 真的就很棒 或是听耳 如果是接耳戒的话 它的音质也都是很棒的 功能上的确是不同的 尤其是现在年轻的一代 它喜欢有一些影音方面的享受 对 我们常用这个手机来看电影 来听音乐 所以这个荧幕大是很重要的 对 但这荧幕大会不会有一些缺点 比方说很滑手啦 或是掉到地上可能比较不耐摔 你自己使用的心得呢 你说大荧幕吗 对 其实最近不是大家就是很夯会玩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大荧幕啊 然后如果你就是拿来划那个转珠 其实也都很过瘾 对 如果玩那个游戏 因为现在APP手机游戏也是很夯嘛 对 然后大荧幕其实看起来就都很舒服 所以它是可以拿来玩手机游戏啊 然后看现在最夯的来自星星的你啊 对啊 在网路上或是看一些影片啊 YouTube 真的大荧幕是非常方便的 我刚拿一下是感觉还蛮轻的 质感也挺好的 对啊 它金属质感 然后刚好我们今天新闻又说 除了这个One Max之外呢 还有这个M8 对 M8之外呢 还有这个Desire多少 Desire816 不断的推陈出新哦 的确是在英语市场上非常激烈的竞争 但是我觉得行销的策略也很重要 我记得之前在大家那个时候就在考虑说 我们到底要用这个Apple还是用HTC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看到了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就说 好像这个大家会认为说会使用Apple的人呢 可能就是所谓的OL Office lady 而且呢让他感觉比较sexy 那HTC什么样的人 这我不晓得 可是你知道我们这种年纪的人一想到说是OL 比较sexy 可能你就中了他的毒 你就觉得说我要去用Apple 我不知道Apple现在是不是你们主要的敌人 可是我觉得针对这个Target的行销策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HTC会跟你有这样的合作 其实就针对我刚才说的OL 就像这样你年轻漂亮事业有成的女性 而且又有知名度 同时也传到一个性感 现在科技以前我们说到始终源自于人性 这是旧思维 现在科技要smart要sexy 对不对 所以宏达电 你跟宏达电的合作 这当中我们想知道就是说 是因为你自动自发拍了这一系列了 后来才跟宏达电有一个所谓代言人的默契 还是说宏达电其实是用一种很亲民的方式 很技巧性的把你置入在这个网路的平台里 其实还 你说实话到底是 没有啦 就是还是很纯粹就我个人跟摄影师 然后很希望能够拍出一系列 然后很漂亮的作品 然后是希望能够 那为什么选HTC吗 你有这样的构想 这么漂亮的辣妹 你找任何一个手机品牌 他们都愿意赞助你啊 是吧 可能刚好粉丝都送我HTC吧 真的是哦 我们台湾的粉丝真的都力挺国货 对不对 宏达电真的要更争气了 对不对 真的 所以现在你看到一系列的所谓这个辣妹开箱文 你自己现在也身为其中之一的角色 你谈谈你从原本你就是兼职的模特 可是可能真的是你被大家所熟知所认识 是因为你替宏达电代言 这也是一种水帮鱼鱼帮水啦 你可不可以谈谈就是说 身为这个力挺国货的这个正妹 你未来有没有更多的使命感 或是你有更多的新的idea 可以贡献给HTC 就是有新idea的贡献 其实我觉得HTC它的这个New One 这是One Max 它是那个New One的放大大尺寸版 对 然后他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 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非常棒的 很经典的工艺设计 对啊 然后觉得他们的这款啊 真的可以当那个机网 一机就是update里面的硬体就好了 我会继续买他们下一代的产品 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手机之前有得过那个 好像有一个报导是拿到世界手机第一名 真的吗 外面说到世界手机的第一名啊 New One New One 对 就是它是同一差不多的设计的 所以这 永远把iPhone抛在后面的 的确啦 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理由也应该要多给宏达电一些支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相信你所得到的或许是应该是掌声多过于虚声吗 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也不能讲牺牲啦 就是很大方的展现这个青春健康的这个同体 那你的家人呢 你有没有就是说因为这样子承受到一些压力 或者是想要重新把自己包起来 你自己的心路历程是什么 我其实在这些的作品拍出来 有虚声但是掌声是多于虚声的 但我相信会 可能大家还是会还是肯定我的作品 就是因为我不是说随便去拍它 就每个作品我很用心的去构思它的架构 然后去内容啊什么的 所以就拍出来 我自己其实本身是非常喜欢这些作品 然后我就觉得以后可能是老太婆的时候啊 看了这些作品的时候 对对会很开心 自己也很开心 然后如果问我说再重来一次我还要不要拍 我还是会拍 因为觉得不拍会后悔 所以真的是可以说是最给力的开箱文 我不知道啦 就是说这增加了很多的讨论 但是呢对于实际的销售 可能要请问这个宏达店的高层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反应在实际的销售上 但我觉得这个任何的品牌不断地推成出新 同时呢跟一些话题跟一些名人做结合 也的确是一个实际的潮流趋势 像前正在新闻也看到好像有一家 现在当然不是这么popular的厂商叫做 Nokia是不是 也找了那个潘若迪 我就看到我们一条新闻说潘若迪也在搜集每一款的Nokia 所以他们是走猛男路线 对 因为你是美女她当然要走猛男 她再找一个辣妹也比你辣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想说大家都在去copy或是模仿 甚至是竞逐找对方行销的一个漏洞 或者是有什么可以见风差针的地方 可见现在真的是一个战国时代 真的 HDC应该在找个猛男跟我搭 好 听到了没 所以你自己觉得呢 你自己我相信你是因为拍了 去年拍了这个蝴蝶机 今年用了One Max当然 理所当然以后你的朋友 或是你出席一些场合 后来好像有很多人找你去拍片 甚至是更大尺度的裸露 对不对 就是HTC的照片出来之后 其实有一些国产的品牌 他们就想说我都会支持国产的品牌 所有国产你都来一下 所以那个亚拓的直升机 他们也是请我拍一系列 那个比较大尺度的照片 但是也都是比较走唯美路线 然后后来其实效果也蛮好的 好 你自己就身为这个 辣妹开箱的代表 真的就是因为力挺国货呢 所以呢 因而爆红 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些想法 你觉得现在在这个国货大战 或是这个全世界的手机大战当中 你自己也身为一个代言人 或许你也是整个行销战场上 Marketing的一部分 你可以谈谈你觉得或是你建议 你觉得未来应该什么样的销售策略 行销策略才能出奇之胜 你有没有自己的想法 其实现在真的百家争鸣 像是那个我听的小米7 也是已经开始入侵台湾 然后卖得好像也都蛮不错的 然后像小米7他们都会release 就是譬如说他们这一次的新产品 就是release for demo 然后他们会用一些很新的策略跟方式 然后去引起一些消费者的注意 或是甚至是引起一些那种 比较专业的3C部落客的注意 对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现在真的 我们国产的品牌 品牌的公司们真的要加油 就是那个行销部脑袋要动得非常的快 所以你觉得一个手机要卖 你觉得它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手机要卖 要真的卖得好 真的只是靠宣传就够了吗 你自己身为使用者又身为宣传者 又身为整个marketing行销活动的一部分 你自己的感觉呢 其实我觉得手机要卖得好 第一个当然品质 或是它本身的功能 那我相信像HTC它已经品质 功能这些都是非常的棒的 那它我觉得HTC最需要的 可能是更灵活的行销 灵活的行销策略 所以呢听到了没有 赶快HTC再找个猛男 跟我们的辣妹搭一搭 如果既然呢 我们台湾有这么好的国货 真的是不要白白浪费掉了 如果是败在行销策略上呢 好像太可惜 之前HTC好像找了这个小劳伯道尼嘛 要不要找小劳伯道尼来跟你搭一下 哇真的吗 真的吗 这样这样我愿意 如果可以找他的话会 所以台湾本土帅哥 既然你是本土的这个辣妹 我们也找台湾本土的帅哥又便宜 对不对 我们不要贡献这么贵的这个 哇行销费用好几亿给小劳伯道尼 你看光是蝴蝶鸡带来的销售量 未必会比小劳伯道尼差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这个本土的这个猛男模特来请兴一下 也宇宙宏达电呢 在推出YMAX之后呢 还有这个M8 还有Desire相关系列的产品呢 都能够为我们台湾争光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Rika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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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我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新闻